大熊猫苏林牢记自己高家的祖训 能在体制内就绝不出去当野猫 原来爱考工的基因也会遗传 大熊猫苏林2005年出生于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 妈妈是那个不怎么白的大熊猫白云 爸爸是放归了三次都能 找回家的考编大熊猫高高 2011年苏林在核桃品野化培训基地 半野生环境下生下儿子云慧 苏林作为野二代 专家对她寄予了无限厚望 希望苏林能够带好儿子云慧 教她学会野外生存技能 成为一个野性十足的幼崽 最后重返大自然的怀抱 所以苏林成了这批野赔对象的第一梯队 然而野赔开始后 苏林的表现却让专家欲哭无泪 经过饲养员多日的密切观察 工作人员评判苏林的母性不强 因为苏林经常撇下幼崽自己去树上玩耍 长时间的不去管孩子 小云会像是个没妈的野耗子一样 而且由于苏林生性好玩 喜欢把宝宝当成自己的玩具 在地上拖来拖去 云慧对此表现的一脸生无可恋 看得工作人员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最后专家为了云慧的安全经过慎重考虑后 认为苏林不适合进行野赔 于是连夜取消了苏林母子的野赔资格 让他们回到了中心基地 就这样在苏林的摆烂下 母子俩终于舒舒服服地端上了铁饭了 不过之后回到基地的苏林像是开了窍 既会抱娃又会奶娃 母爱泛滥的样子 可当时野赔带娃时简直判若两胸 难不成是苏林为了让孩子不吃野外的苦 先前上演了一出苦肉计吗 看来熊和熊之间的追求不一样 有的熊向往自由 而高家的熊喜欢一来伸手翻来张口 苏林陷居于卧龙神树坪基地 现在18岁的苏林在去年7月 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苏林带的仔都跟大黑耗子似的 这两个幼仔也是小小年纪 就自带梅老板气质 苏林表示这个家我只需要负责貌美如花 挖美养家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 部门几岛 本来表现前写小时 舞台并од什么 慎